新疆腫瘍 藝人就無鬆患 還是要去病醫看病 現在疫情又嚴重 不及了 這是要怎樣 大家好 是門診護理師 坐在我身旁這位 是心臟血管中心 主任李文林主任 大家好 你的心聲 臺中總總聽到了 臺中總總合立課 主任好,在COVID-19疫情嚴重的時候 台中榮總是否有貼心的服務 減少民眾就醫不安的情緒呢? 是的,當然有啊 目前疫情嚴峻 我們的防疫期間 政府有呼籲我們民眾減少外出 但是身體不舒服還是要繼續就醫 在防疫等級為第三級的情況之下 台中榮總為了減少民眾就醫的不便 特別是針對穩定慢性患者 而且長期待台中榮總 長期看診的病人 推出了電話診療門診服務 你只要在家中不用出門 就可以接受我們的門診問診服務 不用出門到醫院來看病 就可以取得了你平常使用的藥物 這麼好的服務你 民眾一定想知道如何電話問診預約呢? 讓我來告訴各位 你可以用電腦或手機進行預約? 首先,我們按照原來的模式 進入網路預約掛號系統 點選左方的門診預約掛號 那麼選擇我們所需要的科別 再選擇您所要掛號的醫師 在每一位醫師原來正常的實體門診之外 我們有增加了一個電話門診的預約按鈕 所以如果這個科醫師 是適合使用電話門診的話 我們就會增加這個按鈕 那各位 民眾只要把這個電話門診的 上面的預約點下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門診的畫面 跟我們一般使用的預約掛號是很類似的 那麼要麻煩您輸入您的身份證字號 然後出生年月日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提醒您 然後再選擇診療方式 視訊或電話 那麼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麻煩您要留下行動電話 以及電子郵件地址 這兩個檔位都要留下來 我們的臺中總總在門診人員 才能夠主動與您聯絡 在輪到您的號碼的時候 才能夠幫您安排電話診療或視訊診療 那只要把這些檔位都填完 那您就完成了門診預約過號的程序 非常容易喔 看完整之後 你一定想知道如何取得要務呢 到門診前棟一樓的戶外車道旁的旗樓 有專人幫忙 批架與領藥 批架與領藥 二號喔 有專人幫忙 擦載 鋼 有專人努力 手作為